原来 原来有这么这样的肉 我有点烧到了 冰箱像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大家我现在是去吃章木鸭的路上 我也终于要吃章木鸭了 对 可是今天很热 不来到昨天是18-19的这样 可是今天现在是 所以之前还是小金属 更大了吧 现在是26度 所以大家觉得我选错日子吧 可是我觉得刚好26度的话 可能可能不是那么多 所以刚好今天要吃 但是不是这样的 啊 章木鸭 章木鸭 我在路上看到的时候 有点麻油鸭的感觉 对 所以可能没有问题的 最最担心的是 那个不是一个人吃的菜 那个是很多人一起吃的菜吧 能真吃吗 这个人能做一个桌子吗 挑战吧 挑战 挑战 我知道了 刚刚在路上 这边有硬盖的 真的要吃硬盖的 我要吃这个章木鸭 章木鸭 这边我可以自己吃 蛤 可以自己吃 可以自己吃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配我自己 可以可以 亲切的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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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学习菜单吧 直接学习菜单 章木鸭一本 这个是蔬菜 这个是农家的肉吗 里面 麻油 鸡皮 要补的 看着 这些肉 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通用过次 在这里有这种米酒 为什么 吃肉 对 老板 老板 然后 这个 这是 就是 老板 也好像湯粥排骨 怎麼這麼長的啊 進去吃 可是湯粥排骨有醬吧 有醬 湯粥排骨 然後加湯 沒關係 我相信台灣 我蠻相信台灣的 然後這邊的吃飯是 大概這樣的感覺 這樣的感覺 然後也有內用 可是我覺得在外面吃比較有吃飯 來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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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米汁 米汁是 看起來很像是 最基本的口感 可是味道是有點有 腰的味道 這個是我剛剛 因為我吃不覺得很高 我吃不覺得很高 喔好 我沒有烈的 這不是烈嗎 我又不想烈 這不太 它不開 烈不開 你不太吃了 吃了 嗯 你吃了嗎 都是真的中层的肉臭的湯匙乳 这边跟很多人一起来也很好 哇 这个好吃 嗯 这边湯匙乳有点像 韩式偏辣夹体 嗯嗯 好吃 大家 这样的感觉差不多了吧 我本想一下 我学习一下 里面 哇 哇 原来 原来有这么 这样的肉 我先喝看看汤 要味道的汤 哇 嗯 啊 这种味道呢 哦 有点炸到了 冰箱香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味道很强 真的很强 真的 记忆 要吃 喝一口真的下到了 不是那么中的药的味道 好吃的药的味道 可是跟麻油汁不一样的味道 嗯 知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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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味道很强的汤 加 里面的材料 加 里面的材料 加 这个酱的话很好吃 多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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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很好吃 嗯 大家记得吗 我认识的臭豆腐姐姐 以前跟我常常拍影片 韩国的时候 她每次说很想念 章木屋的味道 就我在韩国 没办法知道的味道 她一直说这样 知道了 为什么这样说 我也应该要早点 经验中国 为什么现在才知道 所以啦 大家一直说一直说 小西 冬天要吃章木屋 小西吃过章木屋 嘛 这样 可是 应该说 誇張的推荐 嗯 这个吃下去 味道太强了吧 我觉得这个不用吃 我带着回家 人生难过的时候 喝完了 有这个 有这个 鸭都 鸭爪 这个 这个 好像没吃过 没有这样吃过 鸭爪 可是我还是觉得 里面的这样 筋状菇跟 豆皮更好吃 因为 豆皮跟筋状菇吃的时候 更有 那个汤的味道 可是肉的话 没那么重 哦 其实现在 未来 里面 可能 就是 忘记 海水的味道 有 没有 就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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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会这样强 怎么会有 这么 有味道 我以为 醬油的味道很强 可是 没有 是很 很 真的很特色的味道很强 超级特色 对 《心飞튀》 《心飞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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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在伴侣中でも 在外国之外 如果说的 这个有意义 这个会开始泡泡 酥酥 她也酥酥酥 要吃怎么吃 要吃 要吃什么 我真的喝了 我真的有隔壁和隔壁和隔壁和隔壁 所以 今天是最好 还有隔壁和隔壁和隔壁和隔壁 你吃了 对,所以这样差不多吃完了 我从以前常常说的一句话 在台湾看起来不好吃的东西很好吃 其实姜牡丫也就是颜色是 这颜色真的有问题 我有问题为什么现在才吃到了 然后我了解大家为什么一直说冬天的时候必须吃酱 没有酱没有酱没有酱 我觉得一个人来也可以,所以公开心软 我要告诉妈妈这个多少好吃 这次学到的是一个人也来吃不错 对,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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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,赞